我决定我的这一天 非常非常的水 看一下我真的还剩看 再用一个五天吧 简致的那种感觉 凝起的一点 它会发光 这是我们棕色的银啦 真不注意之一 已经有一百八十个Volts了 Hello Hello 各位早安 今天要来做一个 我已经很久没有在YouTube给你们做的东西 就是让宝贝们帮我决定 我的这一天该怎么过 对 那我刚才呢 其实才起来不久 然后呢 我已经把早餐给吃掉了 所以呢 我们现在呢 就先从咖啡开始 让你们选择吧 我刚刚已经在我的IG 问了一下 就是我今天的咖啡呢 要喝Ice Latte with Oat Milk 还是Ice Americano 然后呢 现在已经过去了16分钟 然后Ice Latte with Oat Milk 已经占了769个人 就是70%的人 所以呢 今天就是 Ice Latte天 其实我也是非常开心 因为我其实比较喜欢喝Ice Latte 所以我现在呢 要来做我的美日咖啡啦 顺便可以来教一下你们 我是怎么每天自己做咖啡给自己喝的 首先呢 这一个是我最近比较爱喝的一个咖啡 然后呢 我买的是classic的 然后是medium roast的 那一般呢 就是大概两勺吧 或者两勺半一点 OK 然后呢 就来加加热水 加一丢丢就好了 因为今天我们要做的是Ice Latte 就是这样给它浓缩的 给它均匀的 就是这样给它浓缩的 给它均匀的 喝那一个Oatly的那一个牌子的Oat Milk 然后呢 被我发现昨天已经喝完了 所以呢 我只有这个我妈妈的这个Almond Milk 我不知道它等一下跑出来味道会不会好喝 可是 我别无选择 我冰箱只剩下牛奶了 然后我又不太想要喝牛奶 怕长痘 所以还是用这个吧 贴着呢 非常简单的步骤 我们就把刚刚的这个咖啡给它先倒进我的杯子里 其实可以加多点水啦 有点可怜的感觉 再来呢 我们就直接加奶 应该要这样倒 其实我不知道加多少 大概这样吧 OK 然后呢 我们就要来 炸邪恶的冰块咯 硬掉耶 其实早上喝冰并不是特别的好 搅一搅 这个杯子挺好看的吧 我来试喝一下 有没有喝过换Almond Milk的Latte 在这边 里面掺着那一个Almond的味道 属实是有一点点的奇怪 可是 it's ok it's ok 那又要来护肤了 今天我的皮肤 我早上起来的时候是很保湿的 可不刚才就花了那么多时间去泡咖啡啊什么的 我现在皮肤真的是突然间变干了 这小助理真是无处不在耶 他就是一直走来走去 那我刚才呢 在IG上面问大家 我今天的皮肤比较干的话 我要用什么搭配 分别呢有双抗精华配红保湿面霜 还是原力精华配原力面霜 这个怎么听起来有点像考试的感觉 其实我在IG有和大家分享过了 就分别这四个产品呢 都是可以在什么情况下去用的 所以就看一下你们会为我选择什么吧 那相信就是有在关注我instad都知道 就是我最近真的很爱用的护肤品牌子 就是柏拉亚这个牌子嘛 那我接下来的9月4号 也是会和他们有这个直播啊 开团的这个活动 就顺便在YouTube也和你们分享一下哦 那现在的话呢 票数目前为止 赢的是双抗精华还有红保湿面霜 which is对的选择 也不是说对的选择啦 就是皮肤干的话 你们也是可以用原力系列的 只是说我今天皮肤 就是除了干以外 它没有敏感啊 没有泛红这个现象嘛 所以呢我就可以选择使用 我特别喜欢的双抗精华 还有红保湿面霜 那我和你们说 红保湿面霜还有双抗精华 这两个东西啊 都已经露出过无数次了 就真的是多到我数不清的那种程度 那反正今天要用的就是这两个搭配嘛 我就来和你们科普一下 分别适用什么样的人群 这个双抗精华呢 适用于什么人群呢 我给你们说一下 就比如说你爱喝奶茶 爱吃甜食 然后晚上爱熬夜 那这类人的话呢 脸上的黄气是一定少不了的 OK 要不然呢就是对着电脑时间比较长 然后呢脸色也不太好 特别是熬夜后呢 毛孔呢会比较明显的会比较粗大啊 这类人呢就是都会非常非常适合用这一个双抗精华 就发现有很多的年轻人特别就是喜欢熬夜的啊 就脸上会有很多黄气 包括我的话呢 其实我脸上这个不是所有的熬夜 还是吃太多糖所换来的黄气 反而这两边就是比较的暗一点 是因为我去潜水好吗 就是我去潜水的时候我带面镜嘛 然后呢就这边没晒到 这两边晒到 所以呢就有了这个肤色 那这种情况其实也是可以用双抗精华的 因为给你们看一下 就我上一次出海的时候也是晒成这样 然后呢我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我就白回来了 然后你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呢 是我最近上个礼拜回来 又晒成这样的一个成果 所以对 那这个双抗精华呢 它真的它对于去黄这一块呢 是真的一定肉眼可见的那种程度哦 我就说一定哦 就是你们用两管三管一定有效果 就真的是不可能没有效果那种程度 你们知道吗 你们看我多有信心嘛 精华的话呢 我和你们说它比较特别的一点就是 它是需要被激活的 所谓激活呢就是 比如说你们今天买了回到家后呢 不能直接开始用 反而呢你们需要就是 长按这一个缝头 按下去后呢 你就疯狂的摇摇摇摇摇摇 一直按着一直摇 然后呢 等到它里面这个液体的变成成色后呢 它就成功被激活了 然后呢就可以开始上年使用了 这一个啊 它的质地啊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水 它这一点都不油腻的 所以我用就是真的很喜欢 而且它的味道也是很香 我很喜欢 你们看我一涂了精华后 我的脸已经开始有补水的这种感觉了 我真的 很爱很爱波拉雅 我真的已经不能用言语去和你们 表达了你们这种 就说的再多就已经是浮夸了 可是我真的就是那么喜欢它们 我能怎么办 OK 那今天的话刚刚说了皮肤比较干嘛 所以呢 一样用的是波拉雅的红宝石面霜 这个也是录出超多次了 我们每一次的妆教也好 小红说的护肤routine都好 都是它 一直都是它 你看一下 已经 给你们看一下 我真的还剩 看再用一个五天吧 就空瓶 也没有五天吧 三天就空瓶了 这个啊 它真的是我用过使用感受最好的一款面霜 它超级保湿低一点 而且它的质地呢 是很舒服的那种感觉 就还有两种可以选的滋润款或者是轻盈版 那我自己的话呢 比较爱用的是滋润款 那滋润款的话呢 它的质地会相对来说比较厚一点点 可是它厚的来 它不是属于那种很油很闷的感觉 它反而是真的很有安全感的那种感觉 所以我是真的爱到一个不行 你看拆完后整个脸开始发光了吧 就后续再上底妆啊什么的 真的很福贴很保湿 而且这个红保湿面霜啊 擦了一段时间后 像我已经快空瓶了一罐后啊 我会很真实的发现到我皮肤呢 是整个很紧致的那种感觉 就每擦一次 特别是隔天早上特别有感 就早上起床的时候呢 整个皮肤是很紧的 感觉很精神的那种感觉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它很神奇的一点 而且它里面呢是有抗老的功效的 所以我觉得特别特别适合 像我这个年龄开始 就19啊到25岁之间呢 就已经要开始做抗老这个工作了 要不然以后一定一定会后悔的 像我就是天天化妆 所以我真的抗老这个工作 其实18岁就开始做了 就开始做一个初抗老的一个东西 所以后续就不用担心太多了 给你们看一下我整个皮肤 现在的这个状况 它会发光呢 然后我等一下上了一个有色防晒 后给你们看一下整个的感觉 现在呢要来上防晒咯 来用一下这个 这个是他们新给我寄的 他们的新品 然后这个色号是他们新出的 我也不知道好不好用 来试试看 哦在手上感觉不错 你们看一下用了红保湿面霜后啊 你后续放任何这种防晒啊底妆啊 它都是这种光泽感巨强 而且服贴到不好的这种妆感 就问一下你们到底谁不喜欢这种妆感 真的称它为神霜 不是没有理由的 那我现在呢先继续把我的这个淡妆化好 待会再回来跟你们说话啊 哈喽我已经化好妆啦 我现在呢要来选我的健身仪 给你们看一下我一共新买了多少的健身服 我其实是一个装备性选手 不管是潜水啊 不管是任何的爱好 只要我开始了我就会开始疯狂的买 大家准备好了吧 真的太多了 我现在真的不知道该怎么选 这个是我在cotton on买的一个蓝色的小的短裤 健身短裤 我那天穿了它们就同个系列的棕色的去健身 可是它会卷边 就是这里它会一直往上翘 所以我感觉没有到特别特别推荐 不过颜色是挺漂亮的 而且也没有到超级超级贵 所以我觉得要求不高的可以去买一下 然后其他的所有的都是我在淘宝买的 这种长袜啊这种线条的 就是穿去普拉提也可以 因为它下面做的是那种薄滑设计 然后还有这一间店 我觉得你们可以给淘宝看 因为它们的健身裤都很好看 OK那我现在的话呢要选 大概选两套吧 然后一样放在IG 让你们选择 哈哈哈哈 不过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选 真的太多了 还有紫色的健身裤 蓝色的健身裤 哦还有这个香蕊子的 这个叫什么 WATBRAW 哈啰我刚刚呢就在我的健身服里面呢选出中级的两套选择 然后呢给你们在IG选了分别是紫色的还是这一个棕色的这一套 当然就是我们宗色的赢啦 今天呢走的是一个温柔 小姐姐 风 然后呢这一个衣服跟裤子呢都是从淘宝买的 然后都是好像都是这一家奔跑吧卡卡这家健身运动服装店买的 然后呢配一个这个袜子这个也是一个防滑设计的所以做普拉提啊什么的也是都可以穿的哟 我们现在呢就要准备出门健身咯 其实我的健身房离我家特别特别近所以非常非常的方便 所以我最近就是疯狂的每天几乎每天啦 每两天一次就会去健身 好 诶我今天跟Lio的颜色很像诶 什么啊Lio 耶 OK Hello 我现在呢就是on my weight健身 然后呢我的两位防人的助理 他们就不知道午餐要吃什么 所以呢我刚刚就在我的IG有问了一下你们就是他们呢午餐到底要吃辣椒板面还是吃猪肉本 然后待会我去健身的时候呢他们两个呢就要去吃午餐 然后他们就会takeover我的Youtube 待会就是他们来演讲他们来压助持 所以我们现在等一下那一个result然后我就要去健身 Migael我跟你讲 他想要吃猪肉粉他想要吃辣椒板面 然后他不想吃辣椒板面他不想吃猪肉粉 所以就是一场激烈的战争哦各位 Lio现在辣椒板面吃 八个vote你才四个 不要叫我全家人去vote 等会给他输 直接打给他男朋友 你帮我看吧 去酷酷的story哦 去把我vote我要吃猪肉粉 让他vote 快点 诶 这么挂掉了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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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然后呢 今天就是孤注 哇塞 今天算是孤注一致的电影的 叫什么 正式上映了 正式上映了今天 然后呢 我们从还没有上映的时候 就很想很想很想去看了 然后呢 因为今天还是要让你们选择嘛 所以呢 我刚刚在IG给你们选 我们今天要看孤注一致还是看这个 Equalizer 然后我加了一句 希望你们和我先有灵犀 果然现在不到两分钟的时间 孤注一致已经有180个VOTS 所以我现在呢 要来买电影票 然后今天晚上是我和小助理Elsa会去看 我们另外一个Stephanie 就是说她要和她的朋友去看 是这样的啦 她都不爱我们 她不爱我们啊 她不要跟我们有那种 spend time born time 所以我现在呢 在买电影票 那吃什么 是meat valley meat valley Ouch 这是什么怪物 魔鬼杖 Hello 她的毛 我现在呢 我们现在呢 来到motion 来看我们的an hy Begin 哈喽 我肚子很饿很饿 我还没有吃晚餐 因为刚刚其实在家 一直在工作 我刚健身到现在都还没吃 所以我喝了一杯 我应该只能靠电影院的popcorn 来survive一下 然后待会看完后我们再去吃东西 很想要吃 一个东西 不知道该不该吃 很怕我的教练骂我 我们来说一下看完后就是这个想法 超好看的 我拜托你们都去看可以吗 真的 我觉得男生最需要去看 小男生们大男生们老男生们 小女生们大女生们老女生 都给我去看 真的我觉得很需要看得很好看 其实 对 这首歌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